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飞也聊起了自己在新西来的蹦极经历 本想要克服恐高 但一上去就后悔了 蹦完后也没有任何效果 仍然很恐高 听完王小飞的故事 想琴琴开始吐槽陈建兵曾坐摩天轮 背下的大声叫唤 本是要转三圈的摩天轮 陈建兵坐了一圈后便逃了出去 老婆暴露自己的糗事 陈建兵会如何回应挽回名字呢 在本期节目中 陈建兵还很难得的开启了一个新爱好 做饭 要知道 陈老师先前的态度 是能不开火就不开火 能凑合就凑合吃的人 这次他不仅在烧烤时积极的串羊肉 点炉子 烤肉 还帮助煮饺子 吃饭时间 陈建兵更是直言 突然间爱上了做饭 回去我要做饭 你们不要拦着我 爱上做饭的陈建兵 在厨房中的表现究竟如何 大S包虾落眼男团 竟心男孩子们都学着点啊 猫男和汤圆圆到访 与幸福小屋中人聊起运动员和演员的话题 扶原爱好奇询问猫小飞 介不介意 大S拍感情戏 大S时也猫小飞不介意 还陪她去拍 汪小飞则表示老婆做自己 喜欢的是她很支持 大S更是吐露拍感情戏时 汪小飞还坐在工作人员之中 在现场兴致勃勃的开戏 经过一下午的烧烤 包饺子准备 三家人齐聚玻璃房享受晚餐 大S说起自己与虾的趣事 因为不喜欢包虾皮 她从小吃的虾 都是爸爸帮她包的 爸爸不在就不吃虾 受妈妈吃虾 就是一定要男人帮你包的影响 大S表示让小飞 如果不包就不吃 扶原爱却表示 江洪杰吃虾 自己都会喂她包 令大S非常吃惊 一旁的陈建兵今后 赶紧给蒋青情包几下 汪小飞和江洪杰 又会有怎样的动作呢 没想到吧 拼汤女王爱这样的梦想 竟然是这个汪南和汤圆圆 做个幸福小吴 分享福元爱趣事 汪南聊起曾经一次去日本打比赛 一下飞机 有非常多的粉丝迎接福元爱 敢看没想到福元爱在日本这么火 面对受人欢迎的体育明星福元爱 王南询问他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福元爱认真回应 想成为玄妻良母 王南对福元爱的梦想 进行了怎样的描述 历代S听后对江洪杰大呼 你太幸福了 乒乓球运动 远到来 少不了要来一场乒乓球赛 幸福乒乓球赛开赛 福元爱提议 想看王南和江洪杰对打 江洪杰表示压力到撒娇说 不要 在王南的邀请下 江洪杰克复旦线上场接受指导 福元爱在华生球同小跑捡球 福元爱也抓住机会 于偶像王南切出了一魂 The End也则声明 本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 不代表腾讯网的观点和立场